你看看这个镜头 怎么样就去控制我们的进光量 具体怎么控制的呢 是这样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拍一张照片 它是由光线打入到机身里边 然后再通过机身的一系列处理 然后再形成我们的一张照片 那么光线要穿过哪里 才会进入到我们机身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镜头 那镜头上面 它就有一个装置 就是一种小圆圈圈 这种小装置 那种小圆圈圈的小装置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光圈 它在我们镜头这个位置的 你看所以光线 它首先是要穿过镜头 然后才能进入到机身 那穿过镜头的时候 你光线想要进入到机身多还是少 我们就要通过里边的一个装置 光圈这个装置 去控制它光线进入到机身的一个光亮了 所以我们光圈 就是用来控制画面进光量的一个 控制相机进光量的一个装置 那它是怎么样去控制它的这个进光亮的呢 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其实在相机镜头里边 它这个光圈这个装置 像有些镜头 你直接从它外观上面去看 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有这种小叶片 那它这个小叶片呢 是可以通过一系列调整 去把小叶片里面这个圆圈放大 或者缩小的 那这个小圆圈啊 它如果放大的情况下呢 光线肯定就是可以大范围的进入到我们的机身里边 那拍出来照片相对较亮一点 那圈圈比较小的时候呢 那么光线进入到我们机身里边 它就会比较的少 因为它圈圈很小嘛 它就跟你这个从去公园玩一样 然后呢公园门只有一小个 然后很多很多人堵在外面 要进到公园里面去观赏 那你门小了 进去的人就会很少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人 这个门大了 能够进到咱公园里面的这个人就会很多 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光圈呢 在我们相机机身里边 它其实会用一个 这样的一个F加数字的字样 去表示我们这个光圈的大小 那么它一般是怎么样去表现的呢 这个部分它专门坑新手啊 所以新手一定要注意 一般情况下 在F后面的这个数值啊 它比较的小的情况下 就说明它所对应的这个 镜头上面的这个光圈 它的口径就比较的大 所以一般相机里面数值小 它就光圈大 那么当数值大的时候呢 它一般所对应的这个光圈呢 它就会小 那这时候光圈大光圈小 它对照片的亮度有什么影响呢 那就是光圈比较大的时候 画面它就会亮 对不对 那光圈比较小的时候呢 它画面就会比较的暗 这个就非常好理解了 但是千万去用的时候 不要去反了 它这个数值大小的表示 对应着光圈大小的表示 它是刚好相反的 那么这块的话呢 我们一般在去拍摄的时候 如果你遇到拍摄的画面 光线不够 很暗很暗 那你想让你的画面亮一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光圈的调节 让我们光圈更大一些 让进光量多一些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照片达到一个正常曝光的状态 所以呢 在这里边 首先光圈 它影响的第一个因素 我们就已经了解清楚了 就是去控制我们画面进光亮的 但是重点在于哪里呢 重点绝对是在于光圈对画面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因为我们如果再去使用光圈的时候要注意了 其实我们光圈 它甚至可以帮我们去影响画面的一个景深 像我们很多新生小白听不懂什么叫景深 你就把它理解为一个虚化效果 是吧 那它是怎么影响的呢 其实是这样啊 一般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光圈越大 它背景虚化效果就会更明显 什么意思啊 你比如说你今天用到的一个光圈数值是F2.8 那么在这个大的光圈情况下进行拍摄 你对焦在一个主体身上 那主体这些物体啊 它就会清晰 但是在主体后方的物体呢 它就会被我们这种大光圈给它虚化掉了 那但为什么会给它虚化掉呢 在今天这个部分我们不会去给它讲的那么深 你只需要调指导 调到这样的一个数值光圈大了之后 那么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背景虚化效果就会很强 但我们光圈其实有时候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光圈 它的圈圈可能就会是属于一个中等光圈 但这种中等光圈呢 一般像5.6F8哈 那像这样的一个光圈值去拍呢 其实我们对焦在人物主体身上 人物主体它会清晰 但是背景的物体呢 它都会稍稍的有一些些虚化 但它虚化呢 不会那么的严重 那这时候呢 我们除了这种光圈是中等大小的 也会有一种很小很小的光圈 那这种很小很小的光圈呢 其实我们一般在拍摄到主体 对焦到它身上之后 那背景也有一棵树的话呢 那这棵树也会同样的把它拍得非常清晰 所以啊 听说我们拍照 你想要背景虚化呀 那我们肯定就要调到大的光圈去 如果你想要背景不虚化 就都很清晰都很实 那么就给它调到一个小的光圈数值去 但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其实真正要去使用光圈 要让画面产生不同的一些虚化效果 过程当中不同的情况下 你对于画面虚化效果的需求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才是其实我们真正去学这个功能 作为一个摄影者最应该要学的东西 因为你有时候拍花 那有的话你一定是背面 背景 它不需要虚化那么强 它会更好 有的话呢 它就一定可能就需要 它虚化很强 对不对 对看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那怎么样去确定我们在实战拍摄过程当中 要用什么样的光圈数值 它的关键指标到底是什么呢 我在这个部分有给大家分出了三大指标 这三大指标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的需求 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拍这种人物 是吧 或者这种境物的时候 一般呢 我们对于这个画面都很需要 它这个境物或者这个人物 它主体突出 那你要它主体突出的话呢 如果说前面这个叶子是清晰的 后面这个叶子也是清晰的 它就很难突出了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呢 我们最好就去让它的背景虚化掉 主体清晰 背景虚化掉 那这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些大光圈 去呈现出我们需要的这种效果 那这个大光圈一般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多大呢 通常情况下是F2.8 你只需要知道在这里面拍摄这样的一个画面 它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大光圈数值 去让背景虚化就行了 下次拍这种题材的时候 你才会心里有数 不至于说自己在乱调 那但是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冷门的知识点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大光圈 我们要去虚化背景 其实很多人他都知道大光圈开大了 它可以虚化背景 但是呢 有时候它会把大光圈开到非常极致 你比如说有的人的这个镜头 它最大光圈是1.2 有的人的镜头最大光圈1.4 有的人最镜头最大光圈1.5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啊 如果说你最大光圈数值是1.2的时候 那么你去开启1.2的最大光圈数值去拍 我们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跑焦 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那所谓跑焦啊 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很有可能你相机对焦点 明明对在的是这个位置 但是因为你开的光圈太大了 你按下相机 相机稍微有一点点的抖动 你对焦点很有可能跑到这去了 跑到这去了 跑到这去了 那我们需要对焦清晰的主体 它可能就会被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所影响 所以一般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一般在使用非常大的光圈 大光圈镜头去拍的时候 我们最大光圈数值是多少 一般啊 我们都要在它最大光圈数值的基础上 去缩小一个档位 你比如说 你最大光圈是F1.2 那你最好是去给它缩小到F1.4去拍 如果你最大光圈是1.4 你最好是把它缩小到1.8去拍 如果你最大光圈是1.8 那你最好是去把它缩小到2.8去拍 你这样去拍的话呢 才不至于说是会跑焦 是吧 然后也会有一种情况 就你这只镜头最大光圈数值应该是2.8 但如果是2.8的情况下 我们能不能用2.8这样的一个最大光圈数值去拍呢 那这时候是能的 因为2.8这样的一个光圈数值 它不是很极致的大光圈 它是常规的大光圈 我们直接使用2.8去拍的话呢 它就不会影响我们画面跑焦 是吧 所以在这里边讲的这个冷门知识呢 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希望大家有意注意的去规避一下 这是我们使用光圈数值调整的第一个指标 那第二个的话呢 会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很多人在拍照的时候 经常都是在去追求一种 胶内如刀割般吸尼 胶外如牛奶般顺滑的这种视觉效果 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片子都需要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的 那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可能会再针对其他的题材 其他的片子去进行一些 适合的光圈调整 你比如说现在来看到这个画面 你会发现这个画面呢 它是有一个人在扫地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画面当中 你用大光圈去把它的背景全部虚化掉 全部模糊一片都看不着 然后在整个画面当中 唯一能看着的就是这个非常清楚的这个人 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 它虽然主体非常突出 但是像这种人文纪实类的题材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它是很需要有一定环境感的交代的 一定是有一种人仅合一的感觉 这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做什么事的感觉 如果你刻意的去把它大光圈直接虚化掉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 你看上去就像很刻意的摆拍 它没有一定的真实性 所以有时候我们拍照的话呢 我们可能需要去拍的是一些人文 即时类的片子 需要表现一点环境的片子 那么像这种题材的片子的话呢 我们通常在需要突出主体的同时 突出主体 主体突出的同时 那我们还需要去给它保留一定的背景层次 那么在这里面面对这样的一种拍摄 一般我们的光圈数值就会用到一个中等光圈 F5.6左右去进行拍摄 F5.6左右 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题材 我都一定是要去用到这种最大光圈数值 去进行拍摄 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拍摄 我们是完全不需要去背景有一些虚化的 我们需要的就是全局清晰 你比如说我们拍的一些风光 拍的一些风光 比如说拍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拍的一些商业 人像 这种画面我们需要的就是全局清晰 那需要全局清晰的话 在这里边我们会给到的光圈数值 大概就是在F的11左右的数值 去让它产生全局清晰的状态 所以在这呢 我们对于三种情况 大家去仔细的进行观察 然后举一反三一下 你看看你拍的题材 是不是是往第三大类型的题材 当中的其中一个去进行拍摄的 如果是其中一个 那你就要对应的去使用正确的光圈 那么在这里面学习嘛 大段大总结 小段小总结 选上这块给它一个总结 总结啊 第一种情况 如果说呢 我们需要一个很强的虚幻背景 那记住这个拍摄的这个指标 光圈大概就是在2.8左右 那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可能需要的是保留一定的背景 一些细节的时候 可能我们需要就是光圈到中等光圈 5.6左右去进行拍摄 那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我们需要的是全局清晰的一种拍摄 那我们需要的光圈大概就是在F11左右进行拍摄 所以你看这里面讲的都是一些经验 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功能都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但是我们去使用的时候 为什么有的人拍的漂亮一点 有的人可能会拍的丑一点 为什么有的人呢 他拍出来的这个视觉效果呢 可能就会差一点 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些细节把控上面呢 是没有一个经验吸收 然后在正确的思路框架上面去进行创作的 虽然它是一个很基础的知识 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具备这样的一个认知 去对你一张照片进行一个把控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做一个总结啊 其实我们一般使用大光圈的时候 它更适合突出主体 小光圈的时候更适合表现大环境 是不是 这个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了 大光圈突出主体 小光圈突出环境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老师我拍照 我可能不需要去突出主体 我可能也不需要去表现一个大环境 我可能我要的就是一个画质 你像我之前在经营拍摄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一些商片商拍的片子 你要挂到那个商场里边 去做一个大幅的海报的时候 那这种画面我可能真的就不需要什么突出主体表现大环境了 我需要的就是一个极佳画质的表现 那么如果说要去拔到一个非常好的画质 在我们光圈这个细节上 它也是会有一个优化的标准的 因为我们其实去调整光圈调大或者调小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个最佳 最佳 画质 光圈 那这个最佳画质光圈 怎么去找到它呢 来 这时候我们一般是要先去看一下 自己的这个镜头最大光圈值是多少的 各位同学你们最大光圈数值是多少打在公屏当中啊 我看一下 你像之前我给他做演示的时候 所用到的这个镜头 它的最大光圈数值是2.8 那么如果说它最大光圈数值是2.8的话 那我就给你们来举例了啊 其实你要找到一支最大光圈数值为2.8的镜头 然后从而去找到它的最佳画质光圈 一定是在2.8的这个基数上 乘以1.4倍 乘以1.4倍 再乘以1.4倍 你是最大光圈数值的基础上 去缩小两到三个档位 因为一般相邻两档光圈的数值 它是相差1.4倍的 当你缩小两到三个档位 就是在2.8的基础上 去不断的乘以1.4乘以1.4乘以1.4了 是吧 所以在这块的话呢 你像我用的一支最大光圈2.8的镜头 它的最佳画质光圈 那么就会用到F8这样的一个光圈数值 去实现它的最佳画质光圈 所以记一下啊 最佳画质光圈一般是在 最大光圈的这个基础上 去缩小两到三个档位 这样去拍的话呢 你的这个片子画质会更好一些 是吧 这是这个部分 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部分 像你拍一些产品 商业人像 或者你这支镜头本身拍来拍去 总觉得画质不算很好 那你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节 没有把控好 这是一个非常冷门的知识 把它记住 记住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就是想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今天去拍一个小孩 我拍这小孩呢 我一下子需要的是大光圈 去虚化背景 突出主体 但一个小孩突然跑到一个大环境当中 我想去拍一个小孩 跟场景都有个清晰表达的画面 那我是不是需要呢 快速的去调整我的光圈 但是如果说你只调整光圈 那之后 然后还需要再去调了快门 还需要再去调这个感光度 那可能我们拍照就会很慢 所以这时候如果相机能有个功能 就让我们只调光圈 其他的不用我们调 那可能我们拍摄就会方便的很多 那这个功能其实在我们相机里面是有的 这个功能就是我们的AV档 或者我们叫A档 那这个档位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光圈优先档位 这个光圈优先档位 就是你自己手动的去调整你的光圈 然后呢 像你的快门速度 就是由你的相机去帮助你进行调整 但是我们一般在使用光圈优先档位去拍的时候 请记住 他的拍摄也是有他拍摄的方向的 不是任何题材 都适合光圈优先档 光圈优先一般 他是满足于日常的人像拍摄 或者这种日常的信物拍摄 他会更适合 但是你要去用来拍一些运动的物体 那可能这个光圈优先 他就不太适合于帮你掌控这样的一个运动物体的拍摄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讲光圈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里面有一些小的细节知识点呢 把它把控好 我们今天打卡练习的第一天 主要是练习我们相机 M档枝快门练习 因为我们使用相机啊 基本上不是说我拿相机这个键那个键 我要全部先搞清楚 其实我们学相机它会有一个路径 就是我们先把最主要的这几个弄清楚 然后再把其他的几个叠加进来 结合起来使用 再去叠加几个功能 再去叠加几个功能 慢慢的久而久之之后 我们对于整个相机的把控呢 就会很清晰了 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去进行练习 好吧 那快门啊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如果要去使用它 首先要知道 我们相机不管你是什么品类的相机啊 它都会有一个快门速度的调整 那么基本上所有的相机呢 它调整快门速度啊 都是可以在你相机M1档的情况下去进行调整的 或者说呢 这个TV档啊 就是我们快门优先档啊 这样的一些档位去进行快门速度的控制 但都对于新手小白来说呢 我们可以先在M1档的情况下去进行快门速度的控制 但是M1档很多人一般是啊 一听到M1档就闻风上胆望而生畏 但是不用怕啊 我们把M1档拆分开来 我们就可以学得很快了 比如说今天我们拆分的就是M1档里面的一个要素 就是我们快门速度的控制练习 是吧 那快门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的相机里边 它一般是用多少多少分之一秒表示哈 快门呢 它控制的是我们这个相机接收光线的时间 但是你其实这样一说 很多团人对于这个概念呢 又模拟两可了 心里一点概念都没有 不知道具体怎么玩 我这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 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快门啊 它是来自于我们相机里面的一个内部结构 就我们每一个相机里边呢 你把镜头拆开 它里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装置的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构的 它里面这个装置呢 其实在我们按下我们相机拍照的这个快门按钮 就是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相机里面它不是有个小面板吗 那这个小面板呢 它就会被我们的这个动作啊 所影响 有什么影响呢 就这个小快门啊 你一按按那个按钮之后 它里边的这个装置啊 它就会打开 然后关上 打开 关上 它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然后它打开 关上对于我们照片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呢 是这样的 我们要拍一张照片 要有光 只有光进入到这样相机 相机在经过一系列处理之后 它才会形成一张照片 那我们要接收光线 你不把这个小面板给它打开 我们相机里边 它是永远没有办法接收到我们外界的一个光线的 只有你把这个小面板打开了之后 光线才会进来 但是这个小面板打开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就你把这个小面板打开 然后立刻马上关上 那这个光线啊 进来它就会比较少 因为你这个小面板打开关上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光线会比较少的 但是你一打开 很长时间之后你在关上 那很多光 它就会不断不断的涌入到你的机身里边 它就可以吸收到很多很多的光线 所以我们刚才在这里就说了 快门 它是控制我们相机接收光线的一个关键因素 但它是如何去控制这个光线的呢 来在这里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们快门这个东西啊 它一般在相机里面 它是用多少多少分之一秒去表示 那么这个多少多少分之一秒呢 它代表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小方块 它打开关上的一个速度 是吧 那打开关上的速度快 那么光线进入相机就会比较少 打开关上的速度慢 光线进入相机就会比较的多 那么怎么算快怎么算慢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对数学的一些基本认知有所了解了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快门速度的调整 我们是可以调到20秒10秒5秒3秒 20分之1秒50分之1秒100分之1秒500分之1秒1000分之1秒甚至2000分之1秒 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快门速度值的 那么什么样的值 什么样的数值能代表我们现在快门速度 它是快的呢 是千分之1秒快呢 还是20分之1秒快呢 各位同学 这个数学题应该能想得通的吧 都是千分之1秒这样的快门速度 它是比较快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这个快门速度快 它的这个数值的表示是千分之1秒大一点呢 还是20秒大一点呢 在这个以秒为单位的情况下 一般是20秒 这个速度肯定是要慢一点 但是20秒这个数值呢 它会大一点 千分之1秒这个数值呢 它会小一点 所以快门速度快的时候 它的数值是比较偏小的 对不对 那快门速度慢的时候呢 它的数值呢 它是偏大的 对不对 什么叫大 20秒10秒5秒3秒 这个叫数值大 然后两千分之1秒 一千分之1秒 五百分之1秒 一百分之1秒 这个叫数值小 所以你只要需要记住 你要把快门速度调快 那么数值就会比较小 快门速度调慢 那么数值就会比较的大 当然在这里数值大 数值小 它对我们相机接收光线的影响 是怎样的呢 一般就快门速度快 我刚才有说过 那你进光量就会少 那你画面呢 就会暗 是吧 这里它就会画面暗 那你快门速度慢呢 数值大了 它进光的时间 比如说有20秒 20秒光线都在涌入你的相机 那么这时候你的画面呢 它就会整体偏亮了 当然我们明白这个点之后呢 其实很多同学光听概念 它是云里雾里的 我是非常清楚你们的学习情况 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个相机 快门速度的实拍演示视频 你们来感受一下快门速度 快慢它的画面亮度值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现在来看到 这样的一个画面当中 这个是我们相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 我们先来看到现在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快门速度演示 它是在这个地方 看清楚 快门速度的演示 它是在这个地方 它这里有一个多少分之一秒 这个部分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快门的速度了 在这块 这里呢是我们的光圈 这里是我们的感光度 这里是我们的曝光标识 这些呢我都不给大家先去讲了 你只要知道 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画面 我们唯一调整的参数就是我们快门速度值 然后我们调整快门速度值看一下画面的亮度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你比如说现在是二十五分之一秒 二十五分之一秒 我现在说画面的亮度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再进行快门速度的一系列调整 再来看一下 我把快门速度调到一秒 三秒 四秒 六秒 然后呢 再给它调到一秒 你会发现 这个时间越长 画面越亮 时间越短 画面越慢 你比如说现在到一百分之一秒 两百分之一秒 五百分之一秒 两千五百分之一秒 六千四百分之一秒 它这个快门速度很快很快了 所以画面就会很暗很暗 但是你快门速度啊 它是属于比较慢的一个情况下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三秒 是吧 四秒 快门速度比较慢 或者六秒 这个快门速度比较慢 光线进入就比较多 画面就会比较亮了 但是你看到这里 到这个地方 一千六百分之一秒的时候 这个快门速度 它是属于比较快的 那画面进光 它就不会很多 画面就暗下去了 所以其实我们调快门呢 它是影响光线的 你只要先把这一层 了解清楚就行了 了解清楚的打一个小鲜花 或者打一个一字 打一个二都行 让老师知道你是明白了 明白了之后呢 其实我们使用这个快门 它有初级版 也有进阶版 因为快门的影响 它不仅仅是影响 我们的光线的控制的 它还会影响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一个物体的动态 模糊 给大家先看清楚 影响物体的动态 模糊在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 物体动态模糊 快门 快门它影响物体的动态 模糊 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在调整 快门速度快 调整快门速度慢的时候 它对画面的物体状态 它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你比如说 你像有时候拍照片 有时候我们一拍 它是清晰的 然后再拍 全部都糊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其实当我们快门啊 它在打开关上的 这一段时间里边 你所拍到的物体 它如果在里边是动的 那么你所记录的这个物体 它就是糊的 因为它会把物体运动的轨迹 给它记录下来 如果你快门在打开关上的 这段时间里 你拍到的这个物体 它一直静止不动 然后我们能够定格的画面 它就会把这个定格的物体啊 拍的清晰一些 那所以我们如果要拍清晰一个物体 我们的快门速度 它是一定要快于我们物体运动的速度的 这样的话呢 你在快门打开关上的这段时间里 你物体在运动 那我们相机呢 也能同时把它运动的状态 快速的定格清晰下来 但是当你的快门速度 慢于你物体运动的速度的时候 那么你拍到的画面物体 它肯定是边缘交错 是虚掉的 扑掉的 所以我们快门影响的是什么呢 影响的是我们画面的 画面 画面的动态 模糊 这样讲你能理解吗 理解了这个意思之后 我们就接下来来看啊 那平时我们拍照 我又不知道我物体运动速度有多快 我用多快的快门才能清晰的把它定格下来 那遇到这个问题不要怕 其实我们一般啊 如果要去手持相机拍照 能把你的物体清晰的定格下来 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去使用到一个安全快门进行拍摄 那么这个安全快门呢 也就是说你在手持端着相机的时候 能够为了保证你画面清晰 所使用的最低的啊 这个快门速度 那么怎么去找到你拍摄的时候的一个安全快门呢 这时候我们需要一看看一个东西 就是你的镜头 我们镜头上面它有一个数值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焦距的数值嘛 比如说你现在不知道何为焦距 那你就可以先去看一下 上面它不是有个85毫米吗 或者有个200毫米吗 那你就看你的焦距数值是多少 那你快门速度就直接调成它焦距数值的一个导数 你比如说85毫米 那你快门速度就是85分之一秒 你去拍一个静止的物体 手持拍摄的时候 它才不会有拍弧的情况 如果你用的是一个长焦200毫米 200毫米焦距 那你去拍摄的时候 为了保证你拍的这个物体啊 正常常规运动的物体啊 不是运动很快的物体啊 那么你在这里拍摄的时候 用的快门速度就是200分之一秒了 这个就是安全快门 当然其实很多同学一下子 他搞不清安全快门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玩一个最常规的 因为你们来哥老师学 不就学老师的一些使用经验吗 所以如果说像常规的 拍摄一些人文题材新闻报道啊 行人啊或者一些小朋友啊 其实我们都是会有一些常规的参数的 那种常规参数 你比如说像新人呃报道啊 人文题材 这个人可能坐在这里啊 都没有怎么样的呃 没有什么太多的大动作 那么像这种题材一般情况下 我们去拍摄会使用到的快门速度 就是125分之一秒 但是如果说你要去拍一些 行人跑动的小孩的话呢 这个物体运动速度稍微快一点 我们大概会用到五百分之一秒 如果你现在记不住啊 是吧 那你就记这两个常用参数就行了 利用这两个常用参数作为你快门速度 呃 常用的一个调整值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其实在玩摄影学摄影的时候 花那么多钱买相机 不是不是只为了就是说拍一个行人 跑动的小孩 或者拍一些日常的这种生活题材 我们可能会想要去拍到很多非常令人惊艳的瞬间 对不对 那比如说那种令人惊艳的瞬间 体育比赛呀 啊爆破的瞬间呢 好或者水滴落下来 鸟飞出去的一种瞬间 它都是很精彩的 但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用刚才说到的这种普通的快门速度 是无法把它高速运动的瞬间给它定格下来的 所以遇到这瞬间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一个快门数值去定格它 啊 这个快门呢 不是具体的数值啊 用一个快门时间段去定格它 啊 这个快门时间段呢 它一般快门速度是很快的 那所以我们会把这种类型把它叫做高速快门 那所谓的高速快门呢 就快门速度快 那快门速度快的同时 画面亮度会被降低 我们刚才说到 但同时呢 它可以清晰的凝固高速运动的物体 你比如说子弹撞击的画面 啊 你比如说像这种气球爆破的瞬间 啊 那么这个呢 就会使用到我们的一个超高速快门 那所谓的超高速快门的话呢 我们的快门速度大概是到 两千分之一秒左右去拍 因为两千分之一秒 它真的是很快很快很快 你的那快门声音一听就是咔嚓一声 就结束了 就可以高速的去定格这样的一个瞬间 是吧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练习一下 呃 但是像这种时候 我们去快门速度提高了 因为画面会变暗 所以我们在这种场景当中去拍的时候 场景 光线 一定要足够的强 足够的好 才行 如果你在一个弱光环境里面 开两千分之一秒 去拍摄 你整个画面会非常非常暗 因为刚才在视频当中 你们可以看到 我把快门速度调得很快很快 到两千分之一秒的时候 整个画面就完全暗下去了 所以一定要在一个光线环境比较强的场景当中去拍 你比如说啊 大中午的时候 是吧 那时候光线就会比较强 那其次呢 我们拍一些体育运动奔跑的动物 飞剑的 水花飞剑飞鸟 需要的快门速度的话呢 大概这个就是到一千分之一秒左右了 那为什么不用两千分之一秒呢 两千分之一秒也能够定格这样高速运动的瞬间呀 那为什么不用两千分之一秒 不用跟刚才这样的一个快门速度直 去一样的进行拍摄呢 因为 杀鸡不用牛刀啊 是吧 因为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一千分之一秒就能把它定格清晰了 但是你非要用两千分之一秒的话呢 你画面会很暗 所以你一千分之一秒 你去拍摄的时候 画面它就不会说那么暗了 但是呢 它能够同时定格这样的一个高速运动的瞬间 是吧 那除了我们拍这样的一个体育的状态 或者动物奔跑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时候也会去拍摄这种飞鸟 或者这种水滴皇冠的效果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到一千分之一秒 直接去定格他们运动的状态 你像水滴我们在用眼睛去看的时候 它就是一瞬间 我们眼睛都无法捕捉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定格这样的一个瞬间 但是我们相机可以 这其实就是我们买 为什么买相机的其中一个原因了 眼睛看不到的 我们相机可以辅助我们去看到 是不是 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高速快门 但其实我们有时候拍照 你光用高速快门 你会错失很多很精彩的瞬间 也不是说很精彩的瞬间 很奇妙的现象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其实大家眼里看到的一些瀑布 都是水滴落下来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在很多摄影者手中 他们的照片 他会把水面拍成这种 丝雾一般雾化的效果 甚至我们去拍到一些灯光车轨的时候 他的光线 他甚至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 非常漂亮 那么像这种手法去拍摄的话 一般我们会把它叫做低速快门拍摄 低速快门一般曝光的时间会比较长 就我们快门速度就比较慢 就曝光时间长了 那画面运动的物体 它会留下一些运动轨迹 画面会变模糊 同样的画面亮度又会被提高 首先你得知道 你快门打开关上的这段时间里面 你物体在运动 那我们相机是会把它运动的轨迹记录下来的 你们可以尝试的试一下 它的运动轨迹的记录 从左到右移动一下 你都可以把它的轨迹运动下 运动的轨迹记录下来 但这个运动轨迹 你想把它拍漂亮 我们肯定是要在一些特殊的场景当中进行拍摄 你如果拍一个人在这里乱跑 跑的那个运动轨迹一点也不好看 那你拍出来的画面肯定也不好看了 所以我们低速快门一般是使用的时候 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去玩一些创意拍摄 你比如说拍雨丝 你拍雨丝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的雨啊 本来它应该是一滴一滴的滴落下来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雨啊 它滑落下来的轨迹呢 我们通过低速快门 是可以把它运动的轨迹给它记录下来的 因为雨丝滑落下来 它的运动轨迹是流畅的 它不是弯弯绕绕的乱跑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雨丝 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美妙 也可以通过这种手法 去拍出雨丝 更强烈的一种动感 那么在这里面拍雨丝 我们快门速度要到多少呢 通常情况下拍雨丝啊 快门速度到十五分之一秒 到这个六十分之一秒左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快门速度像它相对来说比较慢 但是呢也没有说很慢很慢啊 相对来说它比较慢 那么在十五分之一秒或者六十分之一秒 这快门打开关上的这段时间里 你雨从天空滑落下来 它运动的轨迹就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清晰的给它记录下来了 于是后我们就可以得到雨丝的这种效果 但是拍雨丝 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快门速度很慢的情况下 如果你手持去拍 你手抖了 这个雨丝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嗯 它还是一丝一丝的 如一个头发一样垂直的落下来的感觉吗 不会 因为你手会抖 你比如说现在我画一个直线 我都画不直 因为我手在抖啊 所以你如果手抖的话 这个雨丝它可能也会弯弯绕绕的落下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如果要去拍雨丝 一定要具备一个神器 就是我们的三脚架 你又不是那个无情铁手 是吧 你不搞个三脚架 那你其实是很难去把 我们的这个画面 与雨丝 移动的方向清晰的定格下来的 三脚架 好 除了三脚架的话呢 我们去拍雨丝 你想把雨丝啊 它拍的清晰一点 其实最好你拍的背景 它是黑色背景 如果说你是白色背景去拍雨丝 雨就是白的 那么你拍出来背景也是白的 那雨丝的效果它就出不来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呢 其实也是近几年非常火的 很多人非常喜欢玩这种追焦摇拍的方法 那么其实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对焦在主体身上 然后呢 让我们相机跟随运动物体进行平行移动 移动的同时呢 背景不跟我们的相机进行一起移动 所以呢 跟我们主体平行移动的物体呢 它就会清晰 那背景不平行移动 它就会糊掉 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拍的这种效果叫追焦效果 甚至我们也会把它叫摇拍 那摇拍实际如果你要去拍摄的话呢 参数大概也是在十五分之一秒 到这个 六十分之一秒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数值里边 我们快门速度比较慢 所以你去移动相机去拍的时候 在快门速度比较慢的情况下 只要你移动了 物体运动的轨迹 它就会记录下来 你比如说这个背景移动的轨迹 它就会被我们记录下来 是吧 它就是糊的状态 但是你们可能会想的是 那为什么我们的主体是清晰的呢 那这时候就会学到一个物理知识了 我们就会学到一个相对静止的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不管背景 我们只管主体 主体你想让它清晰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清晰 那么怎么做 其实在拍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站在一个马路边上 正在马路边 车是从这里运动过去的 我们人站在马路边上 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拍的时候呢 先用你的相机 先预判 先预判你这边会不会来一辆车 因为车辆是 匀速与移动的 对吧 我们先判定它会不会有一辆车过来 那么肯定 它这里有一辆车过来了之后 我们相机啊 可以往这边转一转 往这边转了之后 按下快门 按下快门 然后跟随我们运动物体移动的方向 移动我们的相机 用手腕 把相机转到这边来 对吧 跟着运动物体进行平行移动 这样的话呢 你拍到的主体 它跟你的相机 它运动的时候 它都是属于相对静止的 因为你比如说 人在往这边走 然后呢 我相机也在往这边走 那我俩的运动速度一致 而且移动的方向都一致 所以我俩 它其实就是相对静止的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坐高铁 你坐另一辆 我坐另一辆 我俩的高铁同时从这里出发 同时从这里出发 那高铁的运动速度都是一样的 它俩在平行移动 你看对面的高铁 和对面的高铁看你 那你看到的两个 它其实是相对静止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要把主体拍清晰 其实就是利用我们的相机 跟随运动物体进行平行移动 像你定格清晰主体的概率 就会更高一些 而且我们在拍的时候 可以把相机连拍功能打开 你只要把这个快门速度设置好了 你去拍 你也一样 可以拍出这种感觉 非常简单 这个学会了没有 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这里明白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呢 就是瀑布水牛拉丝的效果 就小溪河面拍出水面雾化的 那种感觉先进一般 那拍这种画面的话呢 其实一样的 我们要记录的是这个瀑布水牛下来的运动轨迹 那么你要记录它的这个运动轨迹的话呢 其实我们快门速度啊 一般情况下 是会设置到五秒到十秒钟的一个时间 为什么要这样去设置呢 因为五秒到十秒钟的时间 你这个瀑布的水啊 它就一直从上方再滑落下来 一直滑落下来 它就五秒十秒钟的时间 那么它瀑布滑落下来的水 它就会连接在一起 它就不是一个点一个点的 它跟这种情况完全不一样 是吧 这是常规水滴呈现出来的效果 但是它的这个运动轨迹 你一直在这个长时间里边 去记录它运动的轨迹的话呢 它就会把它运动过程当中 形成一丝一条线的这种感觉 一点一点的呈现出来 所以它一般是要五秒到十秒钟的时间去拍 但拍这种画面我们绝对是不能手持拍摄的 我们还需要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三脚架 三脚架去拍 因为在这五秒十秒钟的时间 你手持去拍 你不能保证说你的手不抖动 所以一定是要有三脚架的 这是这个部分 然后像我们五秒到十秒钟的 这个曝光时间啊 太长了 所以画面它肯定会很亮很亮 会有很多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相机当中 所以这时候一般啊 我们在拍动效果的时候 很需要剪光镜 剪光镜 但是如果没有剪光镜的话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通过曝光三要素的另一个 就是光圈来进行调整 光圈数值大概可以给到F 22左右的一个小光圈 但光圈在这块啊 我们可能到明天的练习 我们才会去讲解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不讲光圈了 你只需要知道我们在这里的快门速度需要设置到这样的一个值就行了 那明天我们把光圈学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知道啊 怎么样结合在一起 然后让它啊成一幅好的作品 在这时候我们拍啊 小西拍一些河流 都是可以的哈 那除了这种效果呢 有时候我们还会利用我们的快门速度的变化 去拍出这样的一些效果 这个呢就是我们车辆运动的轨迹了啊 但是在夜晚不是有车灯吗 所以它车灯的色彩就给它记录下来的红色 对吧 那么拍这样的一个效果 一般的话 我们也会用到五秒的曝光时间和我们十秒左右的曝光时间去进行拍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时间里面你车辆运动的轨迹啊 它才会连接在一起记录下来 对吧 你可能如果今天只拍个两秒钟 那么两秒钟车辆从这里到这里 它就拍完了 你就拍完了 那在这块它就没有了 是吧 所以快门速度呢稍微慢一点 你才能记录更多的这个车辆运动的这个轨迹 但这里边一样的哈 我们还是会需要三脚架这个东西去做辅助 三脚架这个东西去做辅助 那除了三脚架之外 我们在拍这样的一些片子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在夜晚拍 但是它的光还是很多 那么这时候你肯定这么长的曝光时间画面会很亮 所以你的光圈啊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 光圈大概给到F16左右 但这个东西的话呢 根据你现场的光线环境调 如果F16画面还太亮了 你就调到F18 F22都可以 但是光圈我们还是明天的练习会讲 今天的话呢 我们暂且先放一放 你先知道这样的一个数值就行了 但是在这里边 我们真正要去把这个车轨的效果拍出来 其实我们还要对美学认知有所了解 我经常在说我的课 我很少就是说只去讲相机的操作的 更多的还是要从美学的角度上面 结合一些知识去进行分析 是吧 那在这里边我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们设置五秒到十秒这个时间 它有一定的逻辑和规律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拍摄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清晰的预判到 车辆从这边行驶过来 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行驶过来需要五秒 我们可能就调五秒 需要十秒我们就调十秒 因为我们在五秒十秒钟拍摄的这个车辆 它从这边行驶过来 它从所形成的线条 它是非常的笔直的 都是属于一些直线 我们说一张照片美的构成 它会有线条形状形态等等 但如果说你画面的线条是很混乱的 线条没有逻辑规律性的 那么你形成的线条就没有美感 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 就是有一辆车它从这边突然变掉 变到了 它的线条就不完全是这种直线 它可能就会干扰这种直线在画面的表达 所以尽量你们去拍的时候 也是去看一下 你们有没有车辆突然变到 产生这种影响画面线条规律性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错误案例 所以大家去拍的时候 尽量去看一下 你的线条是不是有逻辑有规律的 是不是都是直线 要么是不是都是曲线 这样会更好 而且在拍车轨的时候 尽量是在这个 绿灯的时候拍摄 比较快接近红灯的时候拍摄 因为一旦有了红灯 你车辆行驶到这 它肯定就禁止了 那在这块你的线条 肯定就会变得很突兀 它就没有有始有终的感觉 你看这个线条 开到这 然后它这里突然堵了 然后这里你就会有个 很亮的光 就不好看 所以要注意一下 线条的逻辑性 这种东西 才会让你的片子真正有美感 美学的东西 它不仅仅只有这些 一定要把美学相关的知识去学学 还有拍烟花 烟花的这个拍摄 一般我们可以就是五秒到十秒去拍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要把烟花绽放的这个轨迹记录下来 你也不用太长时间去拍烟花 因为太长时间的话 可能很多烟花它绽放上来之后 它的烟花的这个走势它不一样 很有可能你拍到的线条 它就乱了 在一定的美学逻辑上的话 可能我们所能够实现的这个线条感 它就不是很美妙 这是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讲这个调快门速度 我们相机里面有一个功能 就是你只需要去要 你想要的快门数值 去针对性的去调就行了 其他数值有你相机帮你调 这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的快门优先 快门优先有的相机里面表现的是这个TV档 有的相机里面表现的是S档 那所谓的快门优先的话呢 我们去使用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了 不是任何情况下 你都去使用快门优先 它呢一般是满足于 我们日常的 日常 日常的风光拍摄 和我们的这种运动摄影的时候 才会去用到快门优先 所以你们要看一下情况 什么情况下去用快门优先 本次的课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期待下一节课 大家注意啊 现在啊 白平衡制度 RSO100 光圈11 光圈优先 现在开始排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摄影训练营的课程练习学习 咱们今天学的这个内容呢 是我们的感光度 它也是属于我们M档里边的其中一个调整的一个参数 那在这里边这个调整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调整的就是在我们相机里面有 ISO放到前面 然后后面有一个小数字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感光度了 那感光度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它其实就是用来控制感光元件 对光线敏感程度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些说人话的意思 反正就是说 这个东西可以控制你照片亮度 同时呢 可以控制你照片的一些成像质量 然后它是怎么样去控制亮度和成像质量的呢 来先给大家把亮度问题给大家说明清楚啊 就我们感光度这个东西 我们要去理解它 其实很好理解的 因为一般我们拍照嘛 它不是需要先有光线进入到机身里边 然后呢 通过相机的一系列处理 才会形成一张照片嘛 但有时候我们可能画面光线很少很弱 它很多光啊 它就算进入到相机里面之后 它可能拍出来的画面呢 都还不够亮 所以我们相机里面就制造出了一个内部的一个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光源 或者当做一个发光体 去辅助你的这个照片变得亮起来 它其实就起到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它怎么去让你照片变亮呢 一般我们在调节感光度的时候 你点开感光度 我们的感光度上面 它会有呈现这样的一个auto字样 还有100 200 400 800 1600 3200 这个auto字样呢 就是相机自动的去帮你调整你的感光度数值 那这个感光度数值呢 有100 200 400 800 这些都是感光度数值 那感光度数值低 感光度数值高有什么区别呢 它相当于是在你的一个昏暗的小房间里面打开了一盏灯 但这个灯呢 它可能有很多的选项 你比如说有100瓦的灯200瓦300瓦400瓦的灯 那瓦数越高 那整个房间就越亮呗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相当于在你这小房间里面去打开一盏灯啊 你如果开到的是100瓦 那可能相对来说呢 它只会亮一叮叮叮点 就很少很少的一个光亮 开到200瓦就会更亮一点 但是你开个3200瓦画面就会很亮很亮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下次我们去拍照 你觉得自己照片不够亮怎么办 增加一点感光度嘛 对吧 所以你在使用感光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 当它数值大的时候呢 一般感光度呢 它就会比较的高 当它数值小的时候呢 它的感光度就会比较的低 这个很好理解啊 那感光度高感光度低 画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感光度高啊 它一般画面就会亮起来了嘛 对吧 感光度低呢 它画面就会按下去了嘛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这个就是感光度对光线的一个控制 很简单很好理解哈 自己去调一下动向相机 你就知道啊 它给你照片带来的一个变化了 但是我们这二八戒想要去使用好感光度 这个东西啊 其实我们除了要知道它会影响画面的亮度值 还要知道它还会再影响我们画面 什么这个因素 那其实调整感光度的时候 它是会很影响我们画面的画质的这个东西 那什么叫影响画面画质呢 来给大家看这样的一张图 你看啊 在我们开感光度到一百的时候呢 它其实整个画面 它是很干净的 但是你开到两百四百八百 你会发现它里边会有很多小点 这东西叫什么呢 这叫噪点啊 其实当你感光度开的越高的时候 画面就会呈现这样的一些小斑点 叫噪点 但是这些小斑点 它呈现在我们照片当中 它是什么样的呢 它是这个样子的 看到没有 就感觉不清晰 你再对比一下我们感光度不高的这种画面 它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噪点的 但是呢 像这种就是感光度很高 所产生的噪点 那噪点越高 那画质就会越差 它就不会那么的锐利和清晰了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再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感光度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认为 那老师 我这个感光度是不是就调到最低就好了 那我就不敢再调高了 调高画质就会下降了 所以很多人任何情况下 他可能都会用一个非常低的感光度数字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使用感光度呢 它同样都是会有一些指标 这个指标我们会需要去根据现场拍摄环境 去设定我们的感光度 我们是会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判断标准的 那这个判断标准分别是什么呢 来从三大部分给大家讲起 首先啊 其实我们通常情况下 大概占80%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调整感光度都会依据这三种情况 去给到一个准确的感光度数值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当你环境亮度足够 太阳天室内光线充裕的时候 这时候你是不需要再为你的照片去增加光线的 所以我们这个感光度啊 直接给他给到一个100就行了 有50给50 有100给100 反正给他最低 这就是一个光线充足的情况下 我们去使用的一个感光度数值 但有时候你像我们环境亮度一般 你比如说阴天的时候 是吧 或者在树荫下面的时候 它的光线就没有那么强了 那这时候我们去使用感光度 可能就会给到200到这个320 因为200到320 可以让你画面稍召的亮一点点 但同时呢200到320 它这个感光度数值不会很影响你画面的这个质感 对吧 这个这个清晰程度啊 不会让你画面产生那么多的噪点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第三种情况可能就是我们清晨 太阳刚刚快升起的时候 就比较暗或者傍晚或者夜景室内 光线更定不怎么好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感光度可能就会给到 600到800 是一个比较高的感光度 但是通常普通相机啊 就不是很好的那种相机 我们一般感光度给到800就已经很多很多了哈 就已经开始逐渐的要产生一些噪点了 但是你像像一些高感好的相机 你是感光度开到一个1600 3200它噪点其实都不会这么明显 所以我们要去最大限度提高自己相机 感光度的话呢 还是要去看自己相机本身的这个品质怎么样啊 所以在这块呢 我们下次去使用感光度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啊记得不同环境呢 我们对于感光度的调整 它其实都是有一些标准的哈 明白的同学打一个一字就这么简单 但记下了之后 其实我会给你们讲一个 嗯特殊情况啊 这种特殊情况呢 可能就会你自己遇到的时候 你可能不知道这种怎么去解决哈 那么我在这里把老司机的经验分享给你一下 就首先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可能会你偶尔遇到的一种情况 这偶尔遇到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说 你环境太暗了 偶尔你会遇到这种情况 环境太暗了 太暗的环境 那遇到这种环境 我们去使用感光度的话呢 嗯 怎么去使用呢 嗯 可能很多人就会说 那这种太暗的环境 去使用这种感光度 我就尽量的把感光度 这个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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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对吧 但是其实 嗯 你要去考虑你的画质呀 对不对 你遇到这种太暗太暗的环境 你要考虑你的画质的话呢 你肯定是不能去让你的感光度提的很高很高很高的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要另辟蹊径 选择其他方式去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补光啊 是吧 你像我们拍个夜景 你没有一个好的光源的时候 你又要想要画质 又要想要这个低感光度 是吧 又又又想要在这个画面当中亮 又要低感光度 又要画面亮 那这时候只能补光 那这个补光 比如说有闪光灯 比如说有些长亮灯 比如说有些手电筒 该用的时候都要用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去用这个灯光呢 其实在这里边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很多人在使用感光度的时候 脑子转不过来 竟然就说 快门速度已经低的不能再低了 光圈也不能再大了 所以就一直要提高感光度 但是感光度 你提很高 照点就会很差 怎么办怎么办 其实遇到这个问题 大家为什么没有想到去运用 补光闪光灯 常亮灯 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解决问题呢 是因为很多人对相机的理解不够深刻 因为他总觉得相机能够辅助我们 做到一系列疯狂的事情 什么样叫疯狂的事情呢 就是一个环境很暗了 但是你就非要让你的相机把这个环境拍得很亮 这个事情真的蛮疯狂的 那还有一种情况下呢 是这种认知上面的差异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 大晚上的我在我的家里边开上一盏灯 我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觉得这个环境它是亮的呀 但是我相机一拍出来 它就很暗了 如果这个参数不是提高感动光度很多很多 它都会很暗 但其实我告诉你 你的认知是错的 因为你觉得你的环境量 是因为我们人眼它是有独特的适应性的 你的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待久了 久而久之之后 你人就会觉得在这个环境里边 它的光线就是属于一个亮亮的光线 但你的机器就是机器 它是没有这种适应能力的 所以它暗就是暗 你非要把它拍掉 你只能采用一些特殊的手法 要么你通过感光度的调节 但是感光度调节会破坏你的画面 要么呢 你就要去补光 所以在这里面作为一个摄影者 遇到这种问题 我们偶尔遇到的 就会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案 去进行解决 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的话呢 可能也是我们去进行摄影拍摄 会偶尔遇到的 这偶尔遇到的话呢 可能就也会是这种 就是画面 也是太暗的这种情况 也是偶尔遇到的 太暗的这种情况 太暗的环境 偶尔去遇到这种环境去拍 但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 我们要的是一种取舍 而不是一味的去要画质 但比如说什么时候 我们就要去做取舍 不要画质了呢 你比如说 今天我们去拍一个狗仔 偷拍明星 明星可能在那个地下停车场 很暗很暗的环境 但是这个狗仔 肯定为了拍到这个明星 肯定是不会管什么画质不画质的 他只要偷拍到了 有种物料就行了 所以在这里边 他可能他就不会去采用什么闪光灯 因为一采用白米赛跑 是吧 没他个很厉害的这种感觉的话呢 你就尽量别去拍了 因为你很有可能被别人揍 所以在这块 如果我们要去做取舍的话呢 我们这时候就只能说是 不断的去提高我们的感光度 感光度 然后呢 去取舍 就是不要让我们的画面 画质太好了 可能我就要让它亮 我取的这个是亮 足够亮足够清晰的拍下这个人就行了 它是一个拍到比拍好更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吧 这个呢是拍好 拍好 比拍到 重要 所以才用闪光灯 下面这个呢 下面这个呢是拍到比拍好重要 是吧 所以它的决策不一样 需求不一样 我们所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它也会不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使用的感光度 感光度这个东西就是最最最简单的 那么我们其实去使用感光度呢 也是会有一种特殊情况 你像我们现在一些富士的相机非常火 富士相机它有那种胶片模拟 那模拟胶片的话呢 你不光光是色彩 可能就是有这种胶片感 那甚至我们还会需要有一些噪点 然后呢去让照片很旧的感觉产生出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再去做一些 模仿电影胶片感的片子的拍摄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去需要这个增加噪点 所以有时候我在拍一些用富士拍一些仿胶片的片子的时候 我可能都会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刻意增加我的感光度到800以上 那么这个使用感光度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那作业练习是什么呢 就是让大家去拍一张 就是具有胶片感的片子 你可以去调整一下色彩 让它偏胶片感 然后感光度提高一些 去感受一下这种噪点 出现在你照片当中的时候 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本次的课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期待下一节课